首先你要给他不断地强调一种价值观 就是劳动者是最光荣的 劳动者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 所以爸爸带他去任何地方 见到比如说一些清洁工的叔叔阿姨 我们院里的比如说管花园的这些工人师傅们 他都要主动去打招呼 而且他主动打招呼 他会说一句话是不是 会说哪句话 辛苦 对 所以让他知道每一个人 只要他是一个勤劳的人 爱劳动的人 都是他心中要值得最尊重的人 而且我一直在告诉他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小男子还来讲 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勤劳的双手 所以在家里头呢 请向大家汇报一下吧 你都做什么家务啊 都做什么劳动啊 就是扫扫地啊 拿吸吨气吸一吸地 然后还有蹲地啊 一些就是说 自己的衣服也是我自己洗的 洗自己衣服 其实我是跟妈妈是有 是有这个小小的这个 不一样的意见 因为我是一个兔女座 我很洁癖 我怕她洗不干净 但是妈妈会说 要在她这样一个年纪 她很早的 她两年前呢 就自己开始洗自己的那一内裤 只不过洗出洗的有点不太干净了 鼻方都是滑的 你还敢说 对 但是她必须 我每次看到她那在洗脸池呢 自己一点点搓一点点洗 那个肥皂抹一下 不能又掉下去了 再拿回来再一点点抹 但是这一些是非常重要的 到现在已经是 洗自己的那个衣服的小能手了 都可以洗 我们都可以 都不扔到洗衣机里 先自己洗 就是要让她养成这样的劳动的习惯 现在我觉得也是 我有时候愿意带着她去超市买东西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吧 她完全可以帮着你 拿那个拿那个 什么都愿意自己抢着干 而且有的时候就让她自己来做 所以有的时候自己拿不动 自己那么拎着 上楼梯什么的 你就会感到一个孩子 你必须要让她有一种不动前行 生活不仅仅是轻轻松松地享受 一定要知道 有勤劳的双手 成为一个肯劳动 不怕吃苦 能够劳作的人 是这样的 非常光荣的人 对了 是非常重要的